今天我给大家拍一期关于我家后院菜园子的视频 那么我先带大家来参观一下 这些顺便说一下 这些菜园子平时都是我爸爸在管理的 因为我对菜园子实在是没兴趣 我老公也没兴趣 我老公就得剪草什么的还可以剪树 我是喜欢种花 我带大家来下来看看 这个是茴香 北方人吃茴香 但是我前一阵子刚刚把它剪掉了 做茴香馅饺子 所以现在还没长出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种的茶花馅花蟹了 然后我爸在这旁边挖出了一块地儿 种他的土豆马铃薯 这下面是马铃薯 这个应该是马铃薯 我不太清楚这个是什么菜 明天问我我爸不清楚 那这一边就是全部都是黄瓜 最近长得非常好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下面有两根 有没有看到 都是那种中国大肠黄瓜 就是特别脆的那种 这边长两根很大 还有好几根呢 然后这边还有一根大肠黄瓜 这个夏天凉拌拍黄瓜凉拌就好吃了 那这个就是番茄了 应该快长了因为开花了 这也是番茄都是从小苗配出来的 然后这一面还是黄瓜 种了好多黄瓜 今天我爸爸 然后我们家还有一个greenhouse 里面都是青菜 看看啊 这边就是油麦菜 然后这边是油菜 还有什么菜 反正一大堆青菜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greenhouse就是天气冷的时候 把菜种下来就很好 这个greenhouse我们搭了有几年了 不是特别的讲究的那种 但是也好多年没倒了 一直都还行 现在给大家看看这一边是四季豆 豆角 看有没有长出来啊 我们前两天才吃的 但是种的是北美这边的四季豆 今年 这个不是 这个就是云豆 大扁豆 还没有长起来 还有你看这边就是老外的四季豆 看到吗 这个明天可以摘着吃 这下面还有 这些竹竿都是我爸搭的 非常简易 因为他说不要花钱去买 他就自己去搭的 搭的还行 每年我爸夏天来这边就主要就是干这些活 这边咱是四季豆 今年天气毕竟好 热天很多 所以 现在菜都长起来了 好 我再给大家看看后面 我现在回头给大家看看我们家的葡萄 今年我们把这个架子葡萄架子换了 所以以前那个快摇摇欲坠快倒了 今年就是找了一个师傅 哎帮我们做了这个葡萄架子 所以现在就是比较结实一点 然后这个葡萄现在也长出来了 只是说现在还很小 你看看到没有大家 咱们更近一点啊 这个葡萄最后会变成紫红色的 所以现在还比较生 很酸 然后有时候鸟会过来吃 你看这树上一大串一大串 今年葡萄肯定大丰收 我跟你说 这还没到秋天呢 好把这儿再挪到这边来 这边我就是还是有卖菜 然后呢里面是 那个是叫什么 我们中国叫叫西葫芦 这个现在还没长 这西葫芦还小的 看到吗 会长很大根的 你看那边接花的也是西葫芦 哦西葫芦 这边就是草莓了 给大家看看我们家的草莓 看看这个草莓长得真好 再看看还有表演 看这个草莓都挺红的 这草莓都挺红的 该摘了 叫我女儿过来摘点草莓 直接扔过去 还有还有 我叫我女儿来摘点草莓 这个草莓 那是好 我觉得它还挺甜的 就切它 之前吃的 动物吃的 哦 哦 你不要摘 我摘了你 我们就在家里 在家里又摘了 你看到没有 快捡 你轻轻的 又扔外头了 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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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about here and then it's here that's fine too that's fine too 往里面走走 看看爸爸那叶子 还有吗 摘了半年就这么几个草莓 但是看着颜色 还是很好看的 很鲜艳的 给大家继续看 我们家后院的菜 这个油卖菜 前面这个不知道 我爸说有种茄子 我觉得这个就是茄子的叶子 看看有没有长出什么东西 给大家拍一下 什么也没有 光大菜叶 这个是俺家地苹果 果树长得有点歪了 歪苹果树 剩下这些都是花 最近没出草 家里乱糟糟的 这些都是花 这是我妈刚刚 这个转过来的这个茉莉花 还不知道长出来 是不是怎么多香 听说很香的 第一次种 我妈拿种子种的 这些接着是花 然后这是我们家的樱桃树 今年因为我们把树 修了一下 樱桃长得不多 这个是我们家的 然后我爸这树后又种了一堆菜 不知道什么 又像是番茄 这个看着还是像是番茄 看到吗 这后面还是番茄 油麦菜 你看 这地儿也让我爸种了番茄 这底下好像也是土豆 这是土豆 马铃薯我们叫 南方叫马铃薯 这个是我种的小花 小花谱 如果你这么看的话 就比较好看了 这是通往我们家后院的路 然后你看我们家这个工具屋 盘口 又是我爸种了一堆 这个番茄 这个番茄长得可慢了 每年种一堆 就是快到秋天冬天才长出来 就天就冷了 可以坐下来休息 吃烤肉呀什么的 其实走进来就是这个样子 基本上菜都分布在院子的那一边 然后这个 给大家365看一下 这是后院的门 后院 这边都是花树 原来这边有一棵大的松树 被我们今年砍掉了 因为实在是太大了 然后这块就等于有一个下陷的地方 以后我们再修一修吧 然后这一圈都是花树啊 然后从这个葡萄架后面 就全是我爸的主要的菜地了 所以面积还是挺大的 我爸有时候在这种菜能种一天 就是搞搞这搞搞那 他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这是我种的玫瑰花 但是花都卸了 这几个玫瑰花 这几个玫瑰花 那个又是我爸种的菜 你又有时候无意中就在一个地方碰到他种的菜 这是我种的小窝儿 这些都没长好 那也是路上捡的枝 这个是韭菜 这个是韭菜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你们喜欢我们家的后院吗 还有我们的菜地 好 喜欢这期视频的 请大家点赞跟订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Good night